另外来自日本歌山县的白冰温泉协议会 今天是来到了郊西 双方签订友好合作 希望透过民间团体的交流 互相观摩学习 促进两地的观光发展 经过双方的互相介绍 了解郊西跟和歌县的人文地理环境之后 乡长跟汤仔城温泉观光协会 代表郊西跟日本地节友好协定 外交部及我们宜兰县政府 跟我们相公所 来定义来协助 促成这次的地节交流 我希望能够做这次的机会 能够增加我们两国观光产业的互动 我希望在更多的日本游客 到我们宜兰好山好水 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好品质 宜兰公所的执政象征 友谊之首的工艺品 给日本观光协会 希望两国之间 共同创造观光事业的发展 由我们民间的就是我们大约党的 观光生发展协会 和日本民间的协会 来想协要保护 我们公所特别是希望 由民间先来发电 发电到一个天堂 再来我们广队再来创业的协定 但这个发电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经历平要带给同事 和同事实力的同事 希望能够来提醒我们 大家甚至我们的观光业 会后在公所的邀请下 日本团队将参观南洋博物馆 及温泉公园体验宜兰的好山好水 宜兰休息者张立林采访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